13日,台湾总统大选落幕,由赖清德、肖美琴的美德佩赢得大选,赖清德成功当选中华民国16任总统。 消息一出,面向学大师肖香居士2012年的预言被挖出。 视频中,他以面向推测赖清德未来有总统命,断言民进党以后就是赖清德的天下。 2012年1月,肖香居士在郑宏仪与美人主持的新闻哇哇哇节目中,以面向分析几位政治人物的未来发展。 他认为,当时担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,面向部署给前新北市长朱立伦,大胜国民党主席吴敦义,前台北市长郝龙斌,立法院长苏嘉全。 肖香居士表示,自己十年前就认识的赖清德不仅为人处事有分寸,讲话客气,没有本省外省的观念,而且面向胜过终生代的陈其脉,林嘉龙,林聪贤。 他说,仅以面向来看,他十分看好赖清德未来的仕途,断言民进党以后就是赖清德的天下,他推测赖清德有总统命。 随着赖清德成功当选为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,网友成功搜出该视频,14日被YouTube算法推上热搜。 肖香居士的预测,引发许多网友热情留言,12年后的今天来看,肖香居士果然是准的。 这么多年来,一直记得肖香居士对赖清德先生的赞不绝口。 1月15日,河南省多地迎来2024年第一场雪。 16日,三门霞、济园、浇作、安阳等多地小学幼儿园停课。 河南省气象台15日深夜11时发暴雪黄色预警称,15日下午2时至晚间10时,济园、浇作、新乡、鹤壁、三门霞、洛阳、郑州部分线、市、区,已出现5毫米以上降雪。 其中,济园、浇作西部、新乡西部、三门霞、洛阳、西北部降雪已超过10毫米,最大降雪量出现在济园少园20.1毫米。 河南河南沁阳市气象台15日晚间10时25分称,过去6小时,沁阳市降雪量已达15毫米且降雪持续。 降雪之际,河南省多地宣布停课。 河南浇作城区和市值中小学校16日上午临时停课半天,幼儿园临时停课一天。 河南三门霞也紧急通知小学、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16日临时停课停学。 河南沁阳全市幼儿园停课一天,初中、小学上午停课,北部延山学校停课一天。 河南济原非寄宿制小学,所有幼儿园停课,全市所有的学科类和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,体育场馆暂停营业,学校再建工程一律停工。 长江日报16日报道,河南高速路采取交通管制,如三门霞市、洛阳市、新乡市、济原市、浇作市、许昌市、鹤壁市、郑州市、平顶山市域部分路段沿线各收费站禁止车辆上站。 郑州市域部分路段沿线各收费站禁止危险品车上站。 河南洛阳西安县境内搬线客车、组团公交、县内公交全部停运。 洛宁县境内所有搬线客车、县内公交全部停运。 河南济原山区、平原道路出现大量积雪和结冰情况,山区、平原所有城乡公交车辆暂时停运。 河南济原山区、平安康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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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平